歼20战斗机首次曝光 是非曾遭遇惊险事件 显量重大惨剧 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今歼20战斗机发展如何了? 为何能担当起中国空军的中间力量? 歼20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战斗机 在2011年1月11号完成首飞 自此 中国空军进入了新的发展纪元 也进入了中国战机发展的新高度 也是中国首款5代机 这对于中国空军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但是在中国歼20背后 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也是中国歼20首飞中的小插曲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这也是中国临场应对的高超能力 从而也为中国歼20的发展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知情人士透露 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是非》一书 披露了这显为人知的故事 其中说到了中国歼20验证机 在试飞的时候 在空中飞行一段时间后 监控画面竟然显示数据异常 综合告警灯发生告警 但此时机上却显示正常 本来飞行员仍在照着既定的指令继续飞行 但是此时地面指挥员果断下令 要求终止试验 才使得此次试飞提前结束 但是歼20科研人员在事后进行分析 并得出结论 如果再晚两到三分钟 那么将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 然而促使指挥员果断下达终止试验命令的 就是试飞中心自主研发的地面安全监控系统 并通过地面安全监控系统发来的危险报警 这才能够避免这起重大的事故 那么中国歼20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在试飞的时候发生了怎样的插曲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歼20战斗机是由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研制 于2011年首度试飞 现已经正式复役 中国歼20战斗机作为中国首款第五代隐身战机 其隐身性与航电水平都达到了世界一流 也随即成为中国空军的中间力量 大大增强中国空军的战斗能力和综合实力 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且歼20采用了全新的锯齿尾喷管 这种喷管有助于让机身的隐身性能加强数倍 并且机身内部装置的雷达系统 也是其他普通战斗机所不能比拟的 因为它具有的红外线隐身技术 通过红外线的跟踪 可以进行反隐身作战 以此来发现潜在的敌人 这种红外隐身技术 还可以缩短和减弱战斗机自身的信号 增强飞机的隐身性能 这样一来就能够大大的减少 敌人发现自己位置的机会 并能够消灭敌军于无形 而且不费吹灰之力 正是由于G20采用许多全新技术 诸如隐身 武器内埋等 这些技术都需要前期验证 所以在此背景牵引下 中国决定先投产验证机 通过科研试飞 重点验证平台性能 结构完整性 总体环境 隐身 及武器内埋 兼顾控制操纹 和飞机系统等方面的关键性技术 评估总体方案的可行性 获取设计所需的试验数据 暴露飞机平台设计的缺陷和问题 为G20飞机状态冻结和优化提供参考 也能使G20发挥超高的性能 因此 在2009年3月 中国正式启动G20验证机试飞测试 一体化改装工作 中国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成立测试改装团队 到飞机研制厂所展开改装设计 及跟产等工作 此外 G20验证机的设计 采用了新的气动与结构布局 具有内埋事物 其弹仓和高隐身性能等特点 但是由于其试飞内容性 技术难度大 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试飞任务 在试飞准备阶段 需开展验证机试飞技术公关课题研究 所以 中国G20研制团队 首先对试飞测试实行了一体化设计改装 并且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架内改装 第二阶段是架外改装 改装工作与主机场所属的飞机研发流程之间 是一种串行关系 因此 需要采用数字一体化的方式来进行改装设计 这样的方式 也开创了中国试飞测试一体化设计改装的先河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发展意义 在事先做好了一切的试飞准备后 就在2012年12月18号 开始对歼20验证机的高速滑行试验 并开启机上的摇侧发射机 在地面配合地面安全监控系统 以此来监测歼20试验机的飞行状态 在10时左右 飞机左右发动机开车 一切正常 仅仅三分钟后 监控画面却显示数据异常 综合告警灯告警 但此时机上却显示正常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地面指挥员果断下令终止试验 并且在事后分析 如果再晚两三分钟 就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 而且促使指挥员果断下达 终止试验命令的 就是试飞中心的自主研发的 地面安全监控系统所发挥的作用 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此次发挥重要作用的 地面安全监控系统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监控系统 其也有着较强的反应能力 而且可以对一切危险情况的发生 能够提前进行预警 并且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强的反应能力 这也为歼20试验机的飞行保驾护航 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 这与中国歼20的发展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也给了中国歼20设计师 提供了经验和学习 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也使得歼20既可以更加注重歼20的飞行安全 从而也可以更加保护飞行员的安全 并将参数判据 故障清单 是非原手册等内容 输入自主开发的专用软件 实现了系统中各对应关系准备 并可方便调用 从而可以全面监控飞机的飞行状态 保证飞行安全 随后 中国歼20验证机的试飞取得了成功 这次也使得中国歼20的设计师 通过飞机机动特性验证的试飞 从而解决了多个问题 为后续的歼20飞机 气动特性的优化改进等工作 提供了发展经验 从而加快促进歼20的飞速发展 因此才有了歼20的出现 这也让中国在战斗机的制造上 成功实现了国产独立 摆脱了对外国进口发动机的限制 从此以后 中国可以自己生产先进的隐身战斗机 不得不说 中国的隐身战斗机的研发技术和发展速度 都是堪称世界一流水平 完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今的歼20也已经完成首飞11周年 在这期间 歼20也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而去年的时候 媒体透露 歼20战斗机的数量达到了150架 并且已经进入到量产阶段 正在逐渐成为中国空军的主力 而歼20的各种改进型也正在推出 比如去年曝光的双座型歼20战斗机 现今也有消息传出 歼20已经换装涡扇15发动机 这也将预示着歼20的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 也将有新的突破 并且新歼20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首飞 我们一起期待吧 看来中国歼20在试飞时的小插曲 如果当时没有及时叫停试飞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能中国歼20的发展也不会这么顺利了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所以还是要感谢中国地面指挥员的果断叫停 这才有了现在的歼20 并且也使得歼20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也将会达到更高的发展高度